肉质额也行 咱说肉质额 咱可以时间短就能卖了 这种额刚下单 你哗哗就往里进 我外面没写着也行 我外面没标注也行 其实是大门口厂的 谁都可以进 但我写着种额呢 特别是你们兽医 兽医就能懂这些东西还往里进 你说不懂也行 我不说这些话 你不懂啥也不懂 我就进来了 你说农村来放门啥也不懂 我那现在啥都写着 你们天天还是给个治病的 东涮西患的 往这来 一回不说两回不说 不失声呢 拿一张都弄不开 那谁家额这样 就是你家两个 你能让这两个人来不懂吗 我就问他 接着你家额的情况下 没事 下次来问你 我们打个电话 你今天打电话吧 我告诉你 走到没有问题 我还找你啊 私自上我额场院里啊 我额如果有问题 我就直接找他 清洗额棚啊 清完额棚以后 再准备进厨 准备养额 好多人都说 我不想干活的 那你说 只有说 打连的了 或者说 嗯 干 水的活 那没办法 整的都比较麻烦 如果干其他的活吧 七岁都麻烦 劳动人民是最美丽的 对不对 收拾我的车 收拾我的房车 收拾完以后 我将晚上跟老铁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沟通 今天是520 我祝爱我们的人和我爱的人身体健康 试试顺心 不顾高生 一切快乐 直播间不见不散 有人接单吗 见一下粉姑娘的孤单 昨天没有录视频的原因是我家小鹅做了前流款的防疫 做完防疫以后我们就是小鹅应急就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今天晴流感的毒性也比较大 所以说你打完晴流感的头一天就饮上多维水 饮完多维水第二天早上打针之前不要上料 打完针以后上完料就不要管它 也不要去碰它 也不要去碾它 水也是多维的水 水配好料配好 就不要去管它 要一天 今天是打 昨天早上打的吗 今天是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上午10点 开始放我地千斤万马 把大鹅小鹅就撵出来让它吃草 因为我们这边不用下来溜达溜达出来 让它也活动活动筋骨 拉拉骨架 所以说呢 就是一定想到所有的养殖户啊 一定一定要打禽流感 因为现在禽流感也比较盛行 就是说完了也是比通风还要狠的一种疾病 一种咋说呢 这个疾病是比较狠的 再有一个 我再次再提醒大伙 就是什么呢 40多天以后 40天以上 一定再上一遍 姜摸盐的药和大肠杆水的药 一定再上一遍啊 这样是它在催肥前一段 上完以后开始催肥 它不会拉稀 它的料就会吸收的更好 料汁就会更低 你的鹅就会更健康 而且你的鹅养的 料汁比啊 军众啊 就会更大一下 更好一些 有什么不懂的 就是随时可以与我沟通 随时我们直播间 见 我马上开始直播了 而你冲上一场梦 尘尘藏在我心底 如何相思无人懂 爱而不得终合心 谁的人生不是 然然独春秋 谁的意识不是尾巴三残求 出发去宋贷 看一看我的大奔奔 看看我这鹅肠 别俩就是我的鹅肠 其实好多问题 就是只有自己辛苦了 自己努力了 不是说用嘴说 你得实干怎么干啊 现在想返乡状业的 或者是说想望回来 想回东村干点事的啊 要三思而后行 靓丽而行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有没有那个实质性的东西 去干这些东西啊 好多问题都是 咋说呢 就是你得辛苦 不辛苦 不可能 就是 不亲力亲为 不想去干 或者说我就想回家 干点事 想有点事干 我就尽量你现在就是 暂时别回来 别干了 因为不好干 啥事真的不好干 不好整 你看我这 现在这是我整个的鹅肠 后边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鹅肠 在厂区啊 一定是安全驾驶情况下 看人来人游 最后只剩一双手 披头穿拂去过看看喝勾勾 我为你发了风 你必须降低我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我们改造大棚 改造水管 你啊 将天改造完以后 告诉那会儿 咋整合适啊 要不 原来说那水壶 我都说是个坑 真是个坑 之后我又重新换了啊 现在换成正常的水管了啊 完了 改造完以后 咱试用的时候再给你们拍视频 你必须降低我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明月儿童节 我还是在路上过 因为今天要需要去送蛋 跟大伙说点 说了点这两天 为啥一直没更新段子 因为我没有小额了 没有小额的同时呢 我就是不怎么路段子 包括这几天也忙 一直在观察着种额情况 或者说上苗情况 一直我也在犹豫 上不上苗 上什么样的品种 这是一 二是我想预备养明年的种额 预备养不养 养什么样的种额 因为这个养种额吧 它是一年你才能见到效益 对吧 这一年的时候 你想想它的行企行恶 都属于正常 你也别着急 别害怕 这个东西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是干啥都是有风险的 种额投资虽然大 但是后期利润也不会像今年这么高 所以说今年都说养种额的特别多 我想说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新进新出的 你不管你是你干养殖 你干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有进就有出 有不干的就有干的 多少只是取决于你的经验 或者你能不能把它养活 能不能养成功 这是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肉食鹅 肉食鹅最近这几天 掉价掉的比较狠 有的养殖户居民说 我那么想卖还不想卖 你看看你这个鹅养了多少天 催没催肥 如果你这三四十天 你就是预计好你想咋养 你说咋养 我说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说因为它的价格和行情来 像猪似的 你说今天只有十二了 我不卖了 明天掉的九块 养五百斤养六百斤 那个你可以养它涨 鹅不是那个东西 鹅它有的时候它不会涨 因为它有换毛期 还有个就是说周转的一个期 所以这个周转期吧 就是会让你就是亏一大块 还有伤亡跟着 所以说好多东西你预计养啥就是养啥 不管行情啥 该出出该进进 你自己还是把你额管理好 额苗管理好 让它伤亡率小一点 就是说赔也赔不上啥 咱们挣钱呢 咱也不像原来那利润那么高了 你不要考虑说我 哎呀 掉价了我不卖 掉了我使劲卖 涨了我不卖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观点 涨落该走走 该涨涨该卖卖 不管今天啥行情 明天好啥行情 到日子我必卖 这是我作为养殖人 作为我自己的这个行情来讲 我自己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的建议 听也好不听也好 因为只有你入了坑 走过了这些经验 你才能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是否还能成功 我祝所有人所有的老铁们 六一儿童节快乐 让我们同心未免 永远有一颗童真的心 这两天吧 有人都咨询我是啥呢 我现在在家没事干 家里有个小院 尤其墓地 我想养鹅能不能行 我说的一句话是啥呢 作为农业人 养殖也好 种植也好 只要你想做农业 你的小好三件事 第一咱们得做到啥呢 与天斗与地斗有人斗 而且这些斗 你得还得有一个最终 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啥 你得有抗打压能力 而且陪了你有一个风险 系数的承担能力 你才能干养鹅 因为现在的养鹅 就跟过山车一样的行情 所以说你没事干了 你可以找个工作去上班 而且你想干这个 你就得扎根 或者你就长时间干 不能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 或者说我赔钱从来不起这个后果 那你就别干 因为这个风险系数非常高 高回报 高利润高风险 高门槛 你感觉农业是低门槛 为啥好个资本市场不愿意进入 这个农业市场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就是比你天斗 你看今天天气 什么样下不下雨 这个场地有什么情况 雨地都是 你盖这个棚符合不符合你这养殖 你这个管理工资的人员 上得了上不来 你有没有那些人 技术含量的人 去管理你这个东西 你这弄呢 比如说料场 兽医了 怎么样 咱们养殖后这个韭菜 你这是不是就去跟它 一点点去斗 对不对 如果这几样你能有 能斗得过 你能存活过来 那你就把它交给便宜 让我们所有农业人 都得交给命运去做 不要考虑过 我有俩钱我想想多大多大 我想想多多热额 这个东西不是以数量取胜 人力的管理 还有一个你对整个行业的认知 还有一个抗赔这个能力 你才能去管理好干好 你才能决定干这干你不干 我还是奉劝大家 没有那个抗打压能力 尽量不要去走入这个养殖行业 或者农业任何一个行业 今天晚上如果我时间允许8点 我开始直播 咱们就就大伙在家 没事想想个这个话题聊一聊 今晚直播间见 深度分析养额那些事 我们相约在农业 大家好 我是养殖人 鹅娘娘 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是 这个棚舍的建设和预出期间 是应该这个棚需要注意几点 我给大家现在分析一下了 看一眼啊 我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咱们见棚舍 包括这两天 问我的和你见完棚以后 想要进出的那个朋友 那位朋友是山西的 你听好 这个棚舍 你的上边的塑料布 你可以压死 你舟不开就舟不开了 因为咱这天气也是有限的 你把那个上面要好 下边最好再来一条接地的一个 一个这个咱们 我们这边叫塑料布 你们那边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啊 就这个塑料布 让它1米5以上的宽度 那个地面 这个地面是不要通风的 高上面的通风口 看了吗 这样的通风 这样的预除方式 你这样就是好比咱们在 你那个是预除床吗 好比咱们人也是 你在那个床上趴着 底下都哇哇往上跑风 你想想你着不着凉 肚疼不疼 你感冒不感冒 就是这个原理 希望你们在建篷的时候 把这个需要改造下 没有多少钱啊 既然一改成我这样的事 底下要是有个塑料布 如果额大了以后 把这塑料布夸一撤 对不对 往上一周 额就来回出镜都可以了 要是没有床的情况 有床的情况下 那你好 就必须在上面通风啊 一定想好了 上边通风 这样是对你的额的以后 健康程度也是比较好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热 你的这个上边这个棚布 你一定现在看好 你白天阳光最足的时候 你屋里屋舍是多少温度 如果温度高 必须高棉被或者棉渣 一定要把棉渣放在外边 如果放在里边容易都烤着了 因为塑料布它是门热的 它是吸热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要一定看好 注意这几点啊 我们将每天用小小短一点的视频 分析咱们每天的养鹅的这些坑 养鹅这个细节啊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 我希望用我的视频 能让你少走弯路 少掉坑 少花钱 多赚钱 深度了解养殖那些事 我们相约在农业 大家好 我是鹅娘娘 我又开始浴厨了啊 大家说几点 重要的行情 第一 不要相信某一个药品 第二 不要相信某一个偏方 第三 不要相信某一个人 剩下其余 我们要多沟通 多多咨询 而且现在这些新老养之后 这么多 咱们互相沟通 互相解决 不走弯路 因为我们都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 而且每天都在跟鹅打交道 而不是简简单单 我去卖你点药 卖你点料 卖你点鹅厨 咱们我什么都不卖啊 这是最后一点 再有一点就是啥呢 你不管你养多少万只 多少只一定跟你的技术力量 成为匹配 不要去盲目的 什么都没有 我近一万只 两万三万只 高我俩人就能养 现在这个行情这么低迷 而且所有的养殖户 如果全家料一直在位 绝对是赔钱这个价格 生活率现在再不高 而且现在的鹅 有病的毛病非常多 就是一查接一查 总是有问题 所以说不要相信啊 三个不要相信 记住了啊 我要有时间 还是会给大家去做直播 去做指导的啊 看到我这些视频 就每天为什么明天开始 我就喂的什么药 喂的什么东西 还是会以视频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一人一马我走江湖 每天到这个点 都把鹅捡进棚里 让它回屋多吃点神 要不有的人说鹅吃神吃得比较少 吃神吃不多 下单下的便 特殊情况特殊事啊 你看看发现谁家鹅下过冰蛋 给你看看我家鹅下水蛋 奇闻怪事儿 奇闻怪事儿 冰蛋 哈喽 哦 冰糖 蚵蛋 这个是冻 冻没有冻 冻米不是我 还有冻蛋啊 大鹅下冻蛋了 大鹅下冻蛋了 可不可以养啊 我今天实地考察一下 岸山市台湾县的红润鹅叶 私人家老板 这个鹅打了疫苗 到底是几种啊 都打的是什么 所以说让养殖库也放心 咱们养鹅成果率也会高啊 听老板来细说 药里边喊的是啥啊 我们这个疫苗吧 第一人是有小鹅稳 痛风 骨伤骨 还有限定骨 这几样加一起来 我们加了1.2 因为大量小的 还怕不管我 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计较成本 我们只计 只看效率 然后把它能让养殖库放进 成果率早 这是我们的本分 大不大 帮不换人 一一一一 大大大大大 大年初五遇上情人节 当财神遇上爱神 愿我有钱花 有人爱 才欲与爱情壮的满怀 日子一下风生水起 一路生花 大伙儿帮我看看啊 我家的公公哥 到底有没有干活的一天天的啊 起一个小棉花籽 放在小蛋壳里 在这里 这有馒头片啥 给它嘎一呼 然没有 咱有蒸蛋器 给蒸蛋器 蒸去喽 最后提醒一次提醒一次啊 赶紧的啊 从明年后天开始为应急药 所有大人开始为应急的产品了啊 风天三十方 应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给大伙儿录一段 咱家鹅吃的是啥啊 有的人说你说没有用对不对 你用事实说话 这是咱整个的打料的库房啊 看到吗 这是打料的机器啊 给大伙儿看一下子啊 咱家的玉米啊 玉米豆粕 这是扛啊 饱肝护肝的那个中药成分的水飞剂啊 大伙儿也看一下了 这是水飞剂 看了吗 一个5%的预混料 大伙儿也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这样事的啊 这样事的 也是大厂家的啊 再次提醒大家啊 能出来的赶紧出来啊 现在阴雨连天 你看我这 刚下完雨彩虹都出了 看我这鹅厂的彩虹 小鹅呢 一定预防那个超市天气 引起的痛恨和姜蒙盐啊 姜蒙盐盐如果用药不好 一定要打针啊 打那万能针 万能针 这要提醒一下啊 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 现在天天下雨哦 我鹅厂的一角 别忘了抬头仰望天空 天空又彩虹 晚风拂过心中 心中的笑容 会有一束阳光 落在你手中 小九 我说的一万亩 不是说一万亩地 我说的是一万只小母鹅啊 母本啊 一万只母本 还有啊 今天小九是第二天 我今天开始上开口药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啊 我跟你学养额跟你交流 留个电话给我 我是不会加的啊 为什么 因为南北差异比较大 而且一个人养额一个人的方法 好多问题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因为我好多问题在视频里都会讲解 而且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传达 会更多的正能量的养殖的方式方法 用不用是你的事 我自己在用 还有一个用完以后好与坏 不要说啊 谁谁谁整的啊 我听谁谁谁的了 这个也得根据自己的额的状态 去看啊 看看我的小额状态 我现在在农业 我是养个人 额娘娘 这是我家的小八 也是预备的种额 我们在现在装的微炒 吃炒 在草场里放 所以说得有些人现在问我 什么是万能针 万能针打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再用 我用 好不好是看你的额 你的额是不是这病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重复一下是啥啊 希望你们知道这个的时候 看看这批粉丝长不长 点赞率上不上 如果不上下回 好多精彩的东西 我就不会再发了啊 第一次用的是啊 头包 双黄莲 阿米卡松 阿米卡星 第三米松 巴比托 第八尾零 又一样 到我家是整六天了 这六天我喂的是什么 从第一天开始 我说开火药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用的开火药 这次用的是啥呢 诺沙星阿末七零 还有个四米糖 我认为效果 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不好预处的时候 效果还是可以 但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说我从今天下午又开始预防一下 小个的感冒药 用点是小柴虎和那个 板青类似的这样的药啊 大家一定看好了 因为现在预处是很难预的啊 冷透温好热透温好 都是很不好控制这个温度 目前我的小鹅特别稳定也特别好 明天开始做小鹅温的第二针 小鹅后腿登汤了 各啪各的 一个不难一个 这是我家小九啊 一万亩看一下的啊 我喊一下你们听着看 一二一二一 今天说几个重点啊 怎么去控料打小鹅打预防针 什么去打啊 我家小七今天是呃 第七天七早我们打的那个防疫针 防疫针用的是什么样的针呢 是用的是呃 人用的力巴尾林和头包 对着小鹅温打的啊 打了一点二 呃 现在这个温度啊 天气比较炎热嘛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 一定让你的鹅是干热 而不是潮湿的那种热 进气有点闷热啊 绝对不要这种 所以说你的鹅 就会羌毛羌吃的 濕 脖子濕 后背濕 羌毛羌吃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 今天开始 喂料就要有要求了啊 小鹅打了小鹅 用料就一定有要求了 怎么去用料 就是我们用料 一定要少上 勤上 少上怎么上啊 这是我最说的要点就是说 呃 上 他吃两小时 控三小时 或者吃三时 控三小时 都可以啊 怎么控呢 早晨我 比如说啊 从点开始啊 一天 早晨我上 两个小时的料 吃完两小时 控三个小时 再上两小时的料 控三小时 再上两小时 控三小时的料 到晚上上完以后 控制三小时 到第二天早晨再上啊 就晚上要多控 晚上为什么要多控 因为他晚上主要是排 排他这个尿酸炎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啊 让他这个控料 控料时间 我是这么控的啊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说法 参考一件 养鹅最基本的就是说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普通的药去养这个鹅啊 不要听听 谁推荐啥药 或什么要说好使好使 因为我又试了一下 看口药不怎么好用啊 没有之前的效果要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要求 自己的东西 想好把这个 才能把这个鹅 鹅养好 不要听谁说推荐 什么什么什么好 新出产品都说好 但新出产品都是贵 为什么 割咱们韭菜 收割咱们跨兜里钱 往银兜里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问题想好看好 把自己的鹅怎么去 才能养好才能赚钱 包括现在的行情这么低迷 怎么要赚钱呢 那就成活率怎么上去 怎么省钱 怎么节约成本才能挣到钱 对吧 我们下期见 什么叫温度 这叫温度 因为它横着爬着 所有小鹅 不说话的情况下 它是横着爬着的 正是爬着 这叫正常的温度 看好 我这通铺绿的 小青今天第10天了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每个人养鹅 100个人养鹅 有100个样 100种方法 我说的是 我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我自己养鹅什么样的状态 而不是会让你去 我们躺着也中枪 我跟谁谁谁 我养食鹅什么样 跟谁谁 我喂他鹅 喂他药 美好食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根据你自己家鹅 生长环境 生长的状态 包括你人为的管理状态 谁说啥我就信谁 谁说啥我就听啥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的鹅的状态 去用药 去用药的药量都有关系 最好在你当地找一个兽医 因为什么呢 有时候解剖干什么都方便 还好弄对吧 我看到我每条视频都底下的评论 又是怎么口罩不带 又什么疫情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以本小姐 本鹅娘娘 养殖没有任何关系 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干农业的人 一个养鹅人 你在你那边评论 你感觉有意义吗 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不要在我的评论底下 烂捧这边下评论 最后都过了 想知道我养鹅状态 包括养鹅这些知识的人 根本都看不到就平地掉了 对不对 斗爸爸对咱们这样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我还不是那种说露个腰啊 露个背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以那种诱惑去拍视频 我都是以支持农业角度去拍的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这小哥就是我在鹅棚里吧 他就是这状态的离我有一点点远 正常这帮小哥就是跑来跑去 这是他最乳子的时候 听了吗 家乡用语啊 乳子 哈哈 你看你们懂不懂 懂 你就知道小哥啥状态 不懂 私信告诉我啥意思啊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羊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那现在这个阴雨又连续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羊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那现在这个阴雨又连续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说一下啊 所有人都让我去分析一下行情 看看啊 操场里往回赶额了啊 比较壮观 但是我说一下啊 行情是不可控的 就是市场行情是没有人可控 之前我就说你们养额好好养啊 没问题 你现在额架上了